华语乐坛天后Coco李文在5号晚间 经传骤然离世的消息 享年48岁 李文的二姐李思琳表示 李文二号在家中受伤送医之后就一直昏迷 经过抢救跟治疗 最终仍然是在7月5号宣告不治 李思琳透露自从李文住院之后 她几乎都没有睡觉 紧紧的守护妹妹 而86岁的老母亲听到李文的脑细胞已经死了 那么曾经当过中医的妈妈 还是坚持不放弃 她亲自站在病床旁边都不愿意坐下来 要帮女儿针灸头部 希望能够挽回一丝希望 这也让二姐悲叹说很心酸 白发人送黑发人 月坛天后李文的离世震惊各界 根据港媒报道 李文生前在姐姐家中站住 二号下午受伤送医 抢救三天后离世 享年48岁 而李文二姐李思琳 事后接受媒体访问贪烟心都碎了 而就在李文被宣布是脑死状态时 年迈的母亲依旧不放弃任何机会 最心痛就是看着我年迈的 她八十几岁 她由九点钟站到十一点钟都不肯坐下 她为了尽最后的努力 我妈咪是一位挺厉害的中医 她都要在她头顶 因为说她老細胞已经死了 她死都不肯放弃 总之 总之 你看到是深酸 白头人 白头人 黑头人 奇迹终究没有发生 而李文受伤当天还曾发语音和粉丝打招呼 亲爱的 我是Coco 感受到大家对我的爱跟支持 然后你们做我的后盾 我会加油 40秒的音档最后成为道别 出道30年的李文 先前才公开透露 自己从小左退 有天生缺陷 去年10月旧疾复发 今年2月最进行手术 事后还分享复健影片 来吧 我可以做 如今李文离世 根据了解 她的加拿大籍富商老公 6号下午发出复文 提及李文是挚爱的妻子 家属也可能会在台湾 举办李文的告别追思会 经纪公司更发文哀悼 虽然李文离开了 但她的光芒将在所有人心中 永垂不休 谢谢终合报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